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个关于神经网络的应用案例 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要拿神经网络帮咱们去做一个图像分类的任务 那么这个图像分类任务咱们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数据集叫做CIFAR 咱们之前第一堂课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个CIFAR数据集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下面咱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个CIFAR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一会儿要使用的这个数据集它一共是有十个类别的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包括了一些飞机啊汽车啊鸟啊猫啊鹿啊等等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么每一个类别来说啊 它类别里边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汽车和这个鸟来说啊 它的特征啊是非常明显的 咱们可以很容易啊去变出来汽车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个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也就是说呢咱们一会儿啊要拿神经网络去帮咱们学一学 让神经网络去学习一下汽车是有什么样的特征的 飞机是有什么样的特征的 当它学好之后啊每一个类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之后啊 咱们再拿一个新的数据过来的时候 这个神经网络啊就能够帮咱们分辨出来 这个新的输入它到底是属于这个十个类别当中的哪一个类别啊 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啊要做这么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那么下面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关局这个数据集的量 我们可以看这里它咱们的这个CFAR数据集啊 一共是有五万张训练图像以及呢一万张测试图像 这个图像的从量上来说啊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 咱们自己呢也可以拿这个CFAR做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设计个网络啊 看看你自己设计的网络最终效果能达到百分之多少啊 然后呢虽然说啊这个这个数据集啊 它有的这个样本量是很大的 但是呢咱们一会儿要用的量就没这么大 为了咱们方便咱们迭代的一个速度啊 就是说一会儿会给大家演示从头到尾的演示一遍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 咱们只是用5000张训练图像以及呢500张测试图像啊 就是说咱们选量是比较少的 那虽然说比较少 但是啊这个5000来说也相对来说啊不是那么少吧 咱们一会儿拿5000张图像来玩一玩这个事 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一会儿啊要使用的这个数据集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说一说咱们这个代码啊该怎么样去写 那么再说咱们代码之前啊 咱们先把咱们一会儿啊要写的一个大概的流程 现在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一会儿呢咱们先是从我们在这写一个data 就是说咱们先要把这个data啊读进来 读进来data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说要选了5000张测试图像 以及500张这个5000张测试图像 500张测试图像 所以说当咱们的数据来之后啊 咱们先要进行一个数据的切分 也就是说呢咱们先要把随机的选出5000张 作为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然后呢咱们神经网络是不是说 在咱们训练的时候啊还有validation啊 也就是有这样一个验证集啊 咱们这个验证集的量也是500 那么最终呢这个测试集的量也是500 那么这个验证集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验证集就是帮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不断去调整这个参数啊 咱们要找出来最好的一组w和b的参数 那么这个最后的test干什么啊 最后的这个test的数据啊 就是说当咱们固定好了这个w和b了之后 咱们再拿一组从来这个网络都没见过的数据 咱们再拿500个数据来数据集数据来了之后 再来测试一下现在的网络的一个精度 能够达到百分之多少 这是咱们的第一步啊 咱们需要先把数据啊进行一个划分 那么有了数据之后咱们要干什么 有了数据之后咱们是不是说 先要把这个神经网络的模型给搭起来啊 神经网络咱们一会儿啊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 咱们一会儿啊 还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是一个输入层 这是一个data层 然后呢中间是一个锦层 咱们让这个锦层啊 加上一个软路函数啊 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软路函数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这样一个max0到x的一个非线性函数 咱们用这个软路函数啊 当咱们的一个激活函数啊 这是咱们中间的隐层 中间隐层结束了之后呢 就到了咱们的输出层啊 咱们要输出一个output 咱们现在想 咱们之前说那个output一般来说什么 咱们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二分类来说啊 比较熟悉啊 但是咱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咱们现在的任务是不是一个多分类任务啊 因为这个CIFAR数据集啊 它是一个十个类别的 所以说呢 咱们一会儿啊 要做一个多分类任务啊 也就是说 咱们要用这个softmax 咱们要用这个softmax 这个分类器啊 把咱们最终 就是说一个输出来了 它到底属于每一个类别 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值 咱们需要得出来啊 用这个softmax分类器 那么最终得到什么 咱们是不是现在最终 比如说这是一个 用1号来表示咱们的一个input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这个input 对于这个1 2 3 一直到第10个 每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啊 比如说P1 P2 还有P3 以及P10 咱们是不是得到要这样的概率值了 得到这个概率值之后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现在有了一个输出值了 有输出值值 有输出值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需要算一个loss值啊 损失函数值吧 有了这个loss值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回传了 咱们就要通过 咱们这个反向传播 算一下这个w2啊 还有w1啊 还有这个b2和b1 它们之间啊 这个该怎么样去更新 能够使得咱们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表达效果最好 这是咱们一个大概的流程 那么一会儿啊 咱们接下来的代码就是说 拿代码说吧 咱们一会儿接下来代码啊 就是说 咱们不像是之前那么写的 都写在一个 也不是说之前都写一个函数里吧 就是咱们之前是不是说 从上到下 咱们什么样的逻辑 咱们就怎么写啊 这回咱们给它改善的稍微完善一些 咱们要分模块进行写这些代码啊 一会儿大家看咱们这个代码 大家就知道了 咱们要给它写的规范一些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啊 有前向传播的 有反向传播的 有一些计算操作对吧 不管有计算操作 咱们还有一些 模型参数的更新的操作 咱们要把这些很多操作啊 都分开给它写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好在这里啊 咱们先是 我们看咱们代码 咱们先是定义一个类 定义的这个类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 咱们代码的第一步 就是说 咱们要把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架构 给它搭出来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两层的神经网络 咱们先把它的架构网 给它搭起来 我们看啊 在咱们这个class里边 咱们先做了一个 这样初始化的操作 这个初始化的操作呢 就是说 咱们先要对 咱们的一个参数啊 进行一个初始化吧 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说 一会儿要有这个 W1 还有这个W2啊 咱们先要对这个 W1 还有W2 以及呢 B1B2 先做一个简单的 初始化操作 那在这里呢 咱们就定义一个 这个初始化的函数 在咱们的初始化函数当中呢 咱们就可以定义 这一系列操作 我们看 咱们初始化的时候 需要指定什么 咱们是不是指定 要指定这个 权重参数啊 我们看 这个W1 它前面连的是什么 它后面连的是什么 以及这个W2 它前面连的是什么 它后面连的是什么 对吧 咱们要指定好 这个W1 W2 还有B1B2 它们的一个 前后连接的 都是什么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先来看 就是说 先要把 它的一个骨格 给它打好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首先啊 需要指定 咱们的一个输入的维度 是多大的 因为这里啊 是一个CIFAR的数据集 它的所有数据啊 都是一个 3乘以32 再乘以32 也就是说 是一个彩色图 然后呢 它的长和宽 都是32的 这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啊 然后呢 这个Hiden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Hiden就是说 咱们的中间的隐层啊 咱们想取多少个神经元 那么这里呢 为了咱们的一个效果 能够达到更好一些 咱们在这里啊 中间那层 咱们取了100个神经元 然后呢 这个Number Class啊 就是说 咱们最终啊 是不是说 要得出来一个分类结果啊 因为咱们现在 是做一个10分类的 所以说呢 最终啊 咱们希望 咱们的神经网络啊 是输出10个类别的概率值 所以说啊 最后的一个输出 它又等于10的 然后呢 这里啊 又加上了两个项啊 这个项的意思啊 就是说 当咱们在进行一个 权重的处置化的时候啊 咱们不希望 这个权重处置化值啊 太大 比如说123啊 或者是1.几 2.几啊 这样值有点大 咱们希望啊 初值画出来这个值啊 比较小一些啊 咱们就让它乘上一个 10的-3次方啊 乘上1千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REG啊 就是说 当咱们进行一个 当咱们做 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其实咱们在算Loss的时候啊 咱们不光有这个DataLoss吧 也有这个 正责化解Loss吧 也就是说 咱们还要惩罚一下 那个权重项吧 大家忘不忘 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 1分之1W方的东西吧 通过这个1分之1W方啊 咱们要惩罚一下 这个权重项 那这是就是 咱们的一个 初值画操作 在咱们的初值画操作中呢 咱们是对这个 W1还有B1 还有W2 还有B2 分别进行了一个 随机的初值画 就是说对W来说 咱们是进行了一个 随机的初值画 我们看 这个W1等于什么 这个W1等于是 先是构造出来一个 这样的 它是一个 我们看 Input代目 是一个3x32 这个等于 值等于多少 咱们就不说了 就是说 我真不知道 真忘了 这个值算出来等于多少 咱们就来 咱们就把这个 这个计算结果 当成A吧 咱们用A乘上 我们看 A乘上什么 A乘上100吧 这是Heiden层有100个神经元 也就是说 咱们W1权重 连接什么 它是连接一个输入 和连接一个输出的 对吧 它的输出 就是咱们的 这个100个神经元的值 那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咱们又初始化 这个W2吧 W2大小等于什么 W2大小等于100 乘上10吧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W2 它连的是 这100个神经元 和最后 想出出来的 这10个值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 W1和W2 咱们是进行一个 随机的初始化 那么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W1和W2 相对来说 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说呢 对于偏致向的初始化 咱们直接让它 拿0进行一个初始化 就可以了 那这样 咱们就完成了 咱们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 先把咱们网络的一个股价 这个股价 给它搭起来了 那么股价搭起来之后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次 前向传播了 也就是说 咱们要现在算一下 画一下 咱们现在就要算一下 第一层 还有第二层到输出 咱们从一个data来了 到一个data输出 咱们要算一下 data的输出是什么 以及呢 它产生的一个loss是多少 咱们接下来要算这么一个事 好 那么对于啊 这个前向传播 其实啊 它是很简单的 咱们来看 咱们在这里啊 前面是先把这个W1 B1还有W2 B2先给它拿到手 拿到手之后啊 有这些参数了 咱们还有一个输入了 输入就是咱们的这个x 有了这样一个输入之后啊 咱们来算一下 它的一个前向传播的值 我们看啊 这里有一个前向传播 但是呢 它带了一个软路吧 也就是说 咱们的第一层啊 它不光有一个wx加b 还经过了这样一个软路的操作啊 咱们来进这个函数里啊 稍微的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 就是说 在咱们的第一层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层啊 这个层 它是带一个软路函数的啊 这块有一个软路 这个是咱们的data 咱们先算的 现在要算的 就是说 从这个数据层啊 到咱们的这个中间层 它的一个输出值是多少啊 咱们想算 这中间层的一个输出值 等于多少 那么中间层输出值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先要算一个ws加b吧 我们看啊 这有一个offend forward 这个offend forward的意思啊 咱们在这里来找一下 其实啊 它对forward的很简单 它等于什么 它就是等于了一个 我们看啊 这是一个x 这是一个w 它是一个w乘上x的矩阵吧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b吧 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wx加b 然后呢 算完了这个wx加b之后啊 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啊 是不是说 咱们接下来算的值啊 还要通过这样一个软路层啊 通过软路层 咱们是不是就要把咱们的值 做一个非线性的映射呢 咱们看 在软路forward的里边 咱们来找一下 这个软路forward啊 这个软路forward啊 咱们来看啊 其实也很简单 它只是进行了这样一个软路的操作吧 这个软路的操作啊 在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要算一下 这个值呢 和0哪个大 如果说它比0大 它就取x 如果说它比0小 就取0啊 只是简简单单的进行了这样一层操作 但是啊 大家注意点 就是说 当咱们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看啊 这有一个开直向 哎 这也有一个开直向 那么这个开直向是干一件什么事呢 咱们现在想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其实啊 咱们就需要考虑这些事了 咱们要考虑什么 咱们前向传播的时候 好像 哎 你用不到它一个中间的值吧 比如说 一个中间隐层的值 你给它缓存下来 有什么用呢 在前向传播当中 可以说 在咱们前向传播当中啊 这个缓存值 好像没什么太大用 但是一会儿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 这样的反向传播啊 当咱们进行反向传播的时候 是不是说 咱们要利用一个 前向传播的中间结果 和最后的结果啊 也就是说 咱们前向传播啊 其实它每一个层的输出值啊 都会利用在咱们的反向传播当中来 所以说呢 咱们在前向传播的时候啊 就先把这些中间值呢 给它缓存起来 哎 就是说 便于咱们反向传播的时候 直接利用这些值啊 当咱们再进行反向传播的时候啊 咱们就不用再去算一下 这个值啊 到底等于多少了啊 咱们先给它缓存下来 缓存下来之后 我们看啊 这是缓存了两个东西吧 因为咱们现在呢 现在啊 咱们的这个层啊 是不是说 先通过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全连接层 然后又通过了这样一层转路层啊 所以说咱们现在缓存什么 咱们现在缓存的就是说 一个是它通过了一个正常层的 一个结果 咱们用out1来显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通过转路层之后的结果 用out2来显示 所以说啊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缓存了两个值 一个是全连接之后的值 一个是经过转路函数啊 之后的一个值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第一步吧 咱们第一步完成之后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这样一个h1啊 h1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中间的输出结果 这一块就是咱们的h1 有了h1 还有咱们的一个开止之后啊 咱们要来算什么 咱们是不是这个网络还要接着往后走啊 接着往后走 是不是又经过了这个w2和b2了 经过w2和b2啊 其实啊 跟咱们前一层啊 是一样的 咱们还是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也就是呢 用这个h1乘上w2 再加上b2就可以了 因为在咱们的这个第二层啊 这个w2这个层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输出层了 这个输出层啊 它就没有这个转路级维数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啊 我们看这两个函数的区别 这两个函数的唯一的区别啊 就是说 咱们的前向传播的时候啊 要不要带上软路这个东西啊 因为第二层 咱们没有软路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 它就是啊 直接的进行了一次 咱们全连接网络的前向传播 前向传播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算出一个值了 socker 这个socker值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得出来什么啊 咱们现在最终是不是 得出来了十个值啊 对吧 咱们通过了这个w2之后 得出来的十个值 这十个值呢 分别是属于十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比如说 s1s2一直到s10 咱们有现在当前这个输入啊 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得分值了啊 咱们现在有这个东西了 咱们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